玉妍 别闹了 你把主人吓到了 大仙 两位大仙 我只是个可怜的小女子 没爹没娘的 男朋友还跟着闺蜜跑了 求两位大仙放过我吧 放过我吧 主人 你别生玉妍的气 她之前是个山带王 性情是残暴了一点 但其实是个好人 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呀 你还记得昨天发生的事吗 三舅 测销房露水你知不知道 看看你 整天就知道喝酒 这个月的房租 你要是再收不上来 你就给我搬走 这 这房子 本来就是我娘留给我的 你娘 哪个是你娘 我可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姐只不过是你的养母 你和我家可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 你信口雌黄你 我信口雌黄 郑学姐 你给我听好了 我 房契可在我手上 你明天要是再交不上房租 走也得走 不走也得走 老娘告诉你 我 我还在这里注定了 明天哪 反正是荐廁 那是荐廁 我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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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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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了 是那扇屏风 那 那扇屏风 现在在哪里啊 她现在就在后院里 你 你怎么没有腿啊 我 我怎么没有腿啊 我的腿呢 你们 真是屏风里面 那三只狐狸 是的 主人 我们三个 本来是被困在御仙笔中 但昨晚 您把我们封印在了 灵溪屏风里 给了我们自由身的同时 也和我们缔结了主仆契约 御仙笔 灵溪屏风 主仆契约 是的 御仙笔是五角先生的武器 我们三个都曾被他收服过 灵溪屏风就是这个 您昨晚赢得的奖品 它是天下第一封妖宝物 没有任何妖魔 可以逃脱它的封印 妖魔一旦被封印其中 就会不可控 和封印者 缔结主簿契约 从今以后 我们就是你的 狐仙男仆了 会忠心服侍你十年 十年之后 契约就会自动解除 我们就可以 活得自由身了 等等等等 等一下 给我 给我一点时间 我 我这个 本大王告诉你 现在 立刻把契约给我解除掉 否则 我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要了你的小命 可是 可是我不知道 契约怎么解除啊 你不知道怎么解除 契约是你递解的 你会不知道怎么解除 我昨晚喝多了 我到现在这个脑袋 都是懵的 那我就让你清醒清醒 你干什么 快把我放开 你们别闹了 白生哥哥 我 我现在肚子好饿啊 乖 待会儿 给你做粒子膏 好 还是白生哥哥最好 我还在这儿绑着呢 主人 您就帮帮预言吧 他不会害您的 那我怎么帮他呀 您是灵溪屏风后门的主人 您下达命令就行了 我下达命令 这命令 我怎么下达呀 您就正常说话就行了 好 什么人 来拿灵溪屏风的人 拿灵溪屏风 你拿他走吧 只要杀了现在的主人 我就是灵溪屏风的 新主人了 那就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写真是灵溪屏风的 住手 好 有什么 是 我 我 你 他 你 你 我 我 你 弗仙的法力也不够如此吗 我刚被解剖了 法力伤我恢复 不然我早就有一招杀了你 快把我放开 怎么样 你们别再反抗了 人类女孩得到灵溪屏风的消息 已经在一夜之间传开了 你们以后的日子好过不了 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 预言 你的手没事吧 没事 你真的没事吗 啰嗦 预言 跟我上楼 我帮你包栽一下 不用了 白神哥哥 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吃饭啊 我好饿啊 我再不吃饭我可真的要饿死了 等一会儿